大家好,我叫崔杭宇,今天很荣幸能给大家展示我红南菜,还有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。 我是今年的8月16号洗礼,现在也是一名正式的基督教徒了,但是也是在成长中,希望和大家能多多学习。 通过你们传教士,让我去了解耶稣基督还有天父,刚开始我觉得挺感兴趣,后期我自身的经历,还有传教士,还有天父不断地在帮助我,我才感受到了耶稣基督是真实的。 但是我还没有完全去变得更好,我会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。 比如我嘛,就是我一般都是休息周一,但是我和老板说了,我想休息礼拜天,因为我要参加礼拜天的教会。 老板,我的老板很爽快地就同意了,也得到了老板的支持。 我相信这就是天父的安排。 我觉得嘛,在见面里,最大的见面就是,我们只有一个神,第二就是爱人如己。 我觉得,要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呈现给客人,这就是我要一直要做的事情,更好的服务大众。 如果真的要邀请家人还有朋友去改善,首先我想说的就是,我要更加地去改变自己,让自己变得更好,更多地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。 这样会把我所感受到的,我所经历的,分享给大家,让大家觉得这个教会是真实的。 他们也会看到我身上,崔利兄真的变了,不像在,不是以前那样,这真正的加入教会真的有所改变。 我想说的是,在这个教会是,在这个教会部分民族,部分语言,部分辐射。 我加入这个教会真的很幸运,我很自豪加入这个教会,谢谢。 我感受铁福的爱就是,让我充满了力量,更加有信心了,能去这份信心,还有爱心,能全力给身边的朋友,还有家人。 他们都为我感到高兴,也更加地信任我了,因为在教会里有很多兄弟姐妹都是我的榜样,和你们在一起,我能学到了很多,能懂得了很多。 也谢谢大家,给我的帮助。